超矽能 超矽能有個好處是什麼?非常準時,什麼時候會漲潮什麼時候會退潮我們都知道 這個東西是最好的,如果要發電的話,最起碼我可以掌握到它那個timing很好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是到底潮汐要夠大,產生的衛能或動能才夠多 所以大家思考一下,潮汐能我怎麼應用,在還沒介紹之前,大家想想潮汐能怎麼應用 對嘛,就是進來,你就把它做一個通道,然後漲草的時候水就進來,渦輪機就發動 然後進來之後我就把水流著,等它退草的時候還可以流出去還可以再用一次 當然這個時候進來跟出來的孔要不一樣,不然的話你渦輪機只會轉一個方向 渦輪機只要面對它的時候會轉,你從後面來是不會轉的 所以可能進來的時候,還是說渦輪機轉彎好像太麻煩了 應該是說從一個地方要進來,然後就發電,然後出去的時候就從一個地方出去發電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蠻簡單的,當然潮汐越大就好 所以潮汐最少要5公尺,這個也蠻大的 那個時候才會複合經濟效益,不是說才能發電,而是說5公尺的潮汐好像還蠻大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潮汐是怎麼來的,是因為大部分是受到什麼月球的引力 所以基本上這邊看到的是一些法國的一些比較著名的法國的廠 基本上你看它這個潮汐發電廠總發熱容量已經有240萬萬瓦 這個拿出來就不輸人了嘛 這個拿出來就比較簡直都是K瓦,這是Megawatt,這個就比較大規模 當然就是說地點大概就夠好,剛剛好是一個什麼月形的 然後剛好在一個地方進來,然後產生很大的動能 那跟地形有關係,所以要做潮汐能不是說我隨便怎麼樣就好 那跟地形也比較有關係 中國大陸也做的蠻多,還有加拿大 所以這些比較跟有一些特殊地形或是說海岸多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但是台灣如果要做潮汐能,好像西部這邊都住滿人嘛 你恐怕也是還蠻難的 所以你看潮汐能的做法,有一個通道就好了 然後基本上漲潮進來就是這樣子,然後退潮的話 你只要在不同的出口,進來跟出去不同的出口的話,基本上就可以轉彎了 那甚至潮汐能還可以搭配什麼樣? 跟我們的水壩一樣 你今天如果漲潮的時候,水位比較高嘛 那退潮的時候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不需要的話就暫時把水門關掉啊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再等到需要的時候再把它打開,然後利用自然的落差 當然你那個有效期不能超過一個週期 等到你下個漲潮不打開的話,你的能量就全部都損失掉了 有效期不能超過一個週期,就這樣子用潮汐這樣子下去 或者就是潮汐能,對不對? 基本上你就知道說我要建那麼多東西,就是建一個bar了 如果說那個地形比較合適,我直接圍起來就OK了 如果地形不合適,你就好像建一個bar,那還不是非常有效率 所以這邊有兩種形,一種是bar底形的,一種是穿流形的 這跟什麼?這跟水利能很像,我們叫水利能不就是一種穿流形的嗎? 就直接放在水裡面,放在什麼?放在河川裡面,河川過去就繳的嘛 一種叫bar體形的,直接把水吸取起來,吸藥的時候再打開這樣子 好處,第一個怎麼樣? 很老實,什麼時候要來什麼時候要走都很清楚 而且怎麼樣?跟水利能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基本上水利該怎麼做,你今天是怎麼做 然後呢,基本上用這個東西還有滯紅的效應 還有很多其他水利的滯紅草線,就跟水壩很像就對了 然後基本上如果說你把它建起來的時候,因為建那個東西 你本來那個地方是沒有連接的,你把它變成一條橋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對那個環境也比較好一點,但是就很貴啦 那個東西都是大規模的建築這樣子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樣?地形的影響 全世界沒有太多地形是很適合做大規模的這樣子 然後有潮汐才有電,那個時候沒有潮汐就沒有電 當然我們講說把它除去在一起的話,那個是另單別論 但是基本上你當然是希望說它持續發電,不要有這種間接型的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那個,然後當然對生態也是有影響跟水力 所以潮汐能跟水力能是蠻像的一個結構 好,這個是潮汐能 這個是潮汐能,那潮汐能還有很多種那個什麼樣 剛才是講的,進來出去那是做大規模的 如果你有大規模的潮汐的話,當然希望把它用個霸體型,不要做大規模的 那如果比如說,剛才講的說,世界上沒有太多好的潮汐能的那個場子 那如果平常有潮汐就動,那我怎麼辦? 我們也可以思考一下,這會有小型的發電嘛 所以這邊就講一些什麼呀,一些構想都還不是大規模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都有潮汐,我就建一個地下的渦輪機 就是跟風機相反而已,風機是在上面,而我的水渦輪機在下面而已 所以整個過來的時候它就轉了,轉了之後發電機就在上面 就是反向的風機,那這個東西就不是只有潮汐能 只要是移動的水都可以這樣做 地底下的風機就變成一個發電廠,一個Win Farm 而且可以變得非常密集的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搖擺型的嘛 這個東西是旋轉型,比較直接就可以接嘛 這個是搖擺型是怎麼樣 過來,因為你讓它有一個L4U 水過來之後怎麼樣,它就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就可以搖動 這樣會動的話,我們那個機械就很厲害了 我們就可以用機構連改的方式讓它變成什麼,轉動嘛 就可以改變什麼樣,對不對,可以發電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用你的巧思 我怎麼樣子經過一個氣流或是水流的時候,我讓它產生運動 這就是一個基本上 那這個東西等一下在洋流發電的時候也可以用啊 洋流發電不是說更大規模的什麼樣,水流的移動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另外一個,這是法國的啦,他們就剛好也是把它弄成一個展覽場一樣這樣子 這是一個蠻大的那個,讓大家看一下說這是他們那個潮性能 那時候整個內部的那個 那台灣呢,台灣的話基本上的話我們的潮差比較小,大概只有三公尺而已 所以基本上對潮性能的發展會比較有限制一點這樣 他們可以看起來就是在這個地方把水引進來,然後在這個地方就有點像小型的水庫這樣子 這是台灣講最多的洋流發電 所以洋流發電基本上你看它的潛在很多啊,都是用Gigawatt來算的 然後基本上現在大部分都是什麼樣,都是先導型的,都是所謂的pilot plant,就是一些試驗型工廠這樣子 那你洋流發電就有很,第一個當然洋流怎麼來,然後要怎麼用 像剛才這個方式也是可以用洋流發電的 它這邊講說亞洲第一座潮流發電是2005年,這三週三的40k瓦的,都是實驗型的 所以說現在用海洋的,這個就是剛才講的說你怎麼樣子 這是他們不同的公司,他們的C-Flow跟Esteam Grade他們的發電裝置這樣子 不過這個裝置是還比較OK的,不然你如果像真的把大型水渦輪具放進去裡面,但是攪就攪,就攪進來 而且你可能在這個東西的前面你可能要先大概做一些保護裝置,不要讓一些雜物都進來,不然會卡到 但是把它弄掉之後,就變成說你要有一層的地方然後做一些過濾 但是過濾潛的話還是要常常清洗,不然過濾前面的地方還是會堆積很多東西這樣子 其實一旦到洋流裡面的話基本上是蠻麻煩的 那加上說洋流雖然是大規模的方向是一致的,它中間還是會有一些,就像溫流一樣,一些流動的改變 所以你怎麼去調控它,你可能是不是要自主性的調控,針對它的東西來做調整 不然的話你這個都是有方向性的,從柳從這邊過來效率就差很多了 所以可以發電是一回事,有洋流是一回事,怎麼把洋流控制到我們希望它的樣子又是一回事 發了電之後,在這個地方發電在上面發完電之後,怎麼樣把它傳輸到內地裡面又是一回事 怎麼樣在台東外海發了很多電,台東沒有那麼多需求,怎麼把台東的電用到台北來又是一回事 所以你會發現,發電真的是還是,為什麼火力發電還是,那種大發電廠還是最那個的 什麼地方有需求,但是什麼地方建,然後建完之後就垂直給它發電,不需要說因為環境 這個地方有很大的黑潮,然後聚岸邊40公尺,寬約200公尺,基本上能量達到3GW 但是想想像聚岸40公里,代表我們要拉40公里的電纜線 然後又在這個地方,所以它這邊講說住了一些點,紅色跟藍色的點基本上是最有潛力的 雖然每個地方都有洋流,但是是紅色跟藍色,你看紅色跟藍色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東岸確實是台灣的好地方,因為資源風景都在那個地方,但是如果要應用它就比較麻煩了,看一下 今天就要把這個講完,破浪能,破浪能顧名是有浪嘛,破浪能怎麼用? 第一個,你讓它搖擺的時候跟它擺動,擺動就可以用機構讓它旋轉,這是第一種用法 另外一種用法是怎麼樣?打到我的時候產生了衝擊力,我也可以用 另外一種用法是怎麼樣?打過來的時候我就把水給收著,等到水夠多的時候我就把它放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有很多種方式可以用 我相信這種東西大家都想過了,而且專利都被申請了 只是說在哪一種地形的時候用哪一種方法特別好 甚至說你可以自己發明一種方法,一種機構,來把這個動能轉換成電能 所以第一個,衝擊力也可以用,對不對?打過來就可以用 第二個是什麼樣? 第二個是直接在波浪再點這樣也可以用,我們看圖就知道了 這個是用衝擊能,打過來的我就跟它接收起來,就這樣用衝擊的力量 這個是什麼?這個現在已經是什麼?已經商業化的,叫海蛇,叫海蛇型了 它就是長的就可以一條,就是這樣一個桶子狀,就放在這個地方 它裡面動動動動動,裡面的話就是把這個機構把它變成發電機這樣子 也可以怎麼樣?也可以有750kW的,也蠻多的 而且雖然說也跟一隻大風機,一隻風機也差不多 而且這個東西放在那個地方恐怕也沒有人會抗議 而且一般我們也不太希望波浪太大,對不對? 你那個海邊的話不希望波浪太大,就這邊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波浪給消除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個波浪冷在英國,反正是北海那個地方 因為北海的風大,我們講說風大,所以風能很好,對不對? 這是這個是,然後還有很多的方式,你看看,用這種點的有沒有 你就浮在上面,然後過來的時候,然後基本上你用一個線把它給鑽住,不要讓它流走 然後每個人就在那邊搖來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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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來搖去 有很多巧思,所以我想說你們要做能源的巧思創意的時候,想想波浪能 波浪能應該是現在比較多可以地方的,我想說衝擊力或是把它收起來或是直接在那邊弄,蠻多的 所以說這種波浪能是蠻多可以用的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這裡很多,這個什麼月頂式、塵壓式的 好啦,我們那個,好,下課 好,下課 好,下課 好,下課